新秋十月除了结婚 是个好的时机 其实也是旅游最好的时机 有女嘉宾愿意介绍一下 自己的家乡 2号 因为我在南京上班 然后很推荐我们江苏南京 南京有一条路是在名校林 叫做石巷路 这条路虽然只有600米 但是有24个石巷分列在两边 所以叫石巷路 色彩特别的绚烂 而且石巷也会让人觉得 特别的威严 栩栩如生 非常地值得去在秋天的时候 是 7号 大家好 我跟大家推荐的是 长春的静月潭国家森林公园 这也是一个非常美 非常适合避暑 很适合十月这种 国庆中秋节去的 我去过 那倒是个避暑的好地方 我今天要隆重推荐一个地方 在呼伦贝尔草原的北边 有一个县级市 叫庚河 庚河是咱们国家的冷极 你看这就是冷极的那个杯 很多人会认为最冷的地方 应该是纬度最高 咱们国家纬度最高的地方 叫墨河 但是墨河的温度 其实没有这儿低 这儿的极端最低气温 零下58度 所以大家经常上那儿去避暑 那个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他们有驯鹿 我告诉大家 只要在中国境内 你在任何地方看到的驯鹿 都来自这里 要么是借去的 要么是他们繁殖的 这就是我刚刚去了回来 印象非常深刻 也是很小众的地方 好吧